各位好 我們來看這一題 這是一個位移對位置做的圖 這裡所謂的位移是 介指的指點離開它平衡位置的位移 例如說 這個繩坡這樣子振動 它上下的振動 它所謂的位移並不是左右的方向 而是上下的這個方向 這個就是它的位移 離開它平衡位置 離開它平穩穩定位置的位移 然後隨著位置做圖的話 這種圖可以暱稱它叫做 一張團體照 一刻的團體照 因為組成這個坡形呢 是由非常多的介指指點組成的 就好像坡浪5 坡浪5在某一個瞬間 用照相拍一下那個瞬間 每一位參與坡浪5的觀眾呢 它的動作就被定格 那這就是 每個位置的 介指的指點 被定格下來 所以是一刻的團體照 那從這張圖中 我們就可以看出它的坡長正幅 就是所謂的AB選項 那A選項說 坡長是15公分嗎 坡長就是坡形重複的一個最短長度 所以像它這個上坡 這個上坡 到下一次上坡 這樣重複一次了 那這樣的距離呢 是3到15 所以3到15其實是12 那坡長也可以是 從上坡的最高點到上坡最高點 這樣也是12 對不對 那也可以是下坡的位置到下坡的位置 這樣也是12 所以重複一次坡形的最短長度 其實是12不是15 那所以A是錯的 那再來B選項 正幅喔 正幅的意思是 離平衡點的最大距離 最大位移的大小 所以它的正幅其實是2 不是4 應該是2 好那再來呢 C選項頻率其實從這張圖是看不出來的 頻率從這個位移對位置做的圖 是看不出來的 必須要有另外的描述 例如 他說 各指點在原位置 每分鐘上下震盪12次 這就是一段時間內有幾次 也就是頻率的概念 所以C的話 我們就要算算看 那所謂的赫兹呢 是每秒幾次的意思 所以我們就要 我們就要算一下 算一下把它的每分鐘12次換成每秒幾次 所以12 一分鐘 就會等於12除上60 然後這裡換成秒 所以結果就是五分之一 五分之一赫兹 0.2 所以不是12赫兹喔 是五分之一赫兹 0.2 有了頻率之後就可以算週期的喔 週期和坡數還有頻率和坡長 有這樣的關係 坡數就是坡長除以週期 週期是振動一次需要的時間 它振動一次剛好坡行 就前進一個坡長 所以這就是坡數 前進一個坡長 花的時間就是一個週期 所以這樣子就可以算 距離除以時間就是坡數 可是週期跟頻率又是倒數關係 所以就可以把頻率分之一寫成 週期分之一寫成頻率 所以這樣就可以算坡數了 我們在A選項知道坡長是12公分 那在C選項知道頻率是5分之1赫兹 所以這樣算起來就是2.4 每秒2.4公分 所以珠是對的 珠是對的 那A選項如果知道坡數 那就可以算它需要幾秒 走的3到27公分的長度 所以坡數它又可以代表坡前進的速度 所以就可以寫3到27總共走了24公分 然後去除上秒 結果會是坡數2.4公分 結果會是坡數2.4公分 所以這樣算起來呢 T應該是10公分 要花10秒不是18秒 好所以這就是這一題 謝謝